万众期待的2024巴黎奥运会 还有两个几月就举行 有线欢频通讯有限公司于5月13日 隆重举行有线欢频开TV转播 2024巴黎奥运会启动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远雄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联络办公室宣传民体部副部长林林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 奥林匹克委员会会长霍振庭 有线欢频通讯有限公司副主席 兼执行董事曾安业 以及有线欢频集团一众管理层 一起主持启动仪式 3、2、1、武昏开TV 曾安业先生致辞时表示 开TV将会全力为大家送上精彩赛事 我们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的先导节目 和全港观众热身 到巴黎运动正式开幕的时候 开TV会透过我们三条免费频道 76、77、78台 连同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和我们的社交媒体 由每日下午3点钟 超过12小时 直播或者转播各项赛事 另外也会制作赛事精华 和报道各项运动的战果 报告结果 务求尽量满足到所有观众的需要 开TV从现在开始 也会转播不同的国际性赛事 令观众先感受体育狂热 这次我们奥运的先导节目 就不要只是给一些资讯 只是有些报道 或者一些访问就算了 我们想用行动证明 奥运的级数 所以我们由明晚开始 就会连着有很多个 国际级的体育赛事 也都会有部分 是跟这个奥运的资格有关的 我们将这些赛事 带光给观众 这么多的体育赛事 加加埋埋 我们就将奥运的 整个体育的分推到最高的希望 至于赛事评述方面 除了继续有黄金堡 李慧思 叶佩妍等资深运动员 助阵担任评述 现役运动员朱家旺 张小凌 吴家朗和姚錦成 更首次担任开TV奥运赛事评运 同观众一起欣赏这项国际体育盛事 上次我都是在杭州亚运的时候 第一次做体育主持 在开 然后今次就觉得会 很多东西很想留意 因为上次在专业评述上面 都学了很多关于不同运动的东西 其实我应该今次是第三次做评述 其实他之前的这个评述的时候 其实跟很多主持学到很多东西 其实他之前都是做主持 其实在他身上都会学到很多东西 曾经说今次 之前有做过嘉宾评述 今次就正式帮我们做评述 那个心情又是怎样 其实我都不是很紧张的 因为我觉得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东西 说出来而已 之后我觉得更兴奋的就是我想带动多些信息 给观众了解更加多篮球 上届我是以运动员身份参与 今次可以做这个评述就是一个新的经验 所以我都很期待 是 因为上一届我和Mundi也有参加东西奥运 在电视机里面 去代表香港打比赛 今次我们两个就在电视机外面 去支持我们的香港运动员 所以这一个是比较特别的环节 其实我今次会去巴黎做采访的 所以都很期待 又是你呀 你也好了 不要 不要 搞错 我觉得很好玩 你会不会做心心的对着人家 我也是很专业的 你会不会专业地做心心 你会不会跟我连线的 我都想你跟我连线我都会的 好啊多谢你 接着找我 Dyvan姐多谢你